这题问说有关于酿造食用醋的叙述或者是正确的 我们一一看 如果原料 如果以原料的酒来为酿造醋料池 就不需要加米其菌了 对不对 对 请看前面的说法 因为我直接从酒精这边做 对不对 前面都不用了 所以你连那个麴菌不用加 连酵母菌都不用 直接用酒去做醋 直接用醋酸去氧化这个乙醇就可以了 所以A是对的 如果你用酒直接造醋 很快 因为它的步骤只有一步 那B学校如果以米为原料池 为生物添加的顺序应该是米其菌先 再来是谁 不是乳酸菌 是酵母菌 因为要进行酒精发酵 所以这题B是错在中间 应该是酵母菌进行酒精发酵 猜对 好 思学校传统尿造过程 全程都要让这个钢封闭起来吗 不行 因为最后一步 就是我现在打心额这一步 是氧化 所以当你酿成酒的时候 你就要把盖子打开 让氧气进去 让醋酸菌去氧化这个醋 所以你是要全程密封呢 没有全程 最后一阶段 从乙醇变乙酸 需要打开 醇氧化成酸 那个时候醋酸菌需要氧气去氧化它的原料 所以C不对 工业大量生产时不需要添加维生物 当然要啊 就大量添加米粤菌 大量添加酵母菌跟醋酸菌 都需要的 质量很多而已 不是说不需要 好 传统酿造食处的时间比较久 对 当然啦 你要用那些维生物慢慢发酵比较慢 如果你今天可以用化学方法 或是额外添加高浓度的消除 当然快很多 传统酿造一定比较久 要用维生物慢慢发酵比较久 所以还是要加维生物 目前传统是这么做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人喝到的是调配出来的醋呢 它是不会大量生产 对啊 所谓的工业生产就是什么呢 我直接拿乙酸 加香料 不就好了吗 它就跟醋一样啊 醋就是乙酸啊 对 可是你会喝起来就觉得这个酸味很单一 不好喝 真正很棒的那个成年老醋 它的滋味是很有层次的 因为它不是只有乙酸而已 它有一堆不同的酸 一堆不同的醇 一堆不同的脂 所以吃起来那味道非常的浑厚好喝 你知道吗 所以还是不需要酸 呃 传统酿造药 传统的酿造药 工业上 这样工业的酿造方法也是传统的方法 对 那你有没有买到一些工业化的不是传统方法 那就是化学方法 是用调的 就是直接乙酸 然后加香料 那个醋就非常便宜 也非常不好喝 以上是第七题 我吧 这就是银肠的 那就是银肠的 来 你看